哎呀这个造型贼漂亮 这个飘飘若新 被我迷到了吧 迷到了 跟朋友们交代一下 彻底的迷到了 今天是收到礼物的七夕一日 来小男朋友的礼物抱过来 感谢所有姐妹们的督促 在前一个礼拜就在跟老罗抢掉 马上七夕了 昨天还在抢掉 今天直播间还在抢掉 所以就收到了一束鲜花 所以这上面每一束花的花瓣 都代表都是我们姐妹们的一片心意 是姐妹们的心意 是我套钱的 对 真的感谢姐妹们督促 我发现 不还有一杯奶茶 我发现那奶茶是我点的 我发现老罗自从有姐妹们的督促 就是也没那么钢铁直栏了 直甜之前是真的直的 就是活该他没有女朋友的那种 现在这不慢慢的在进步吗 把有人教我怎么做我还不会做吗 对对所以还是挺可观的 挺可观的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进步挺可观的 以后进步空间还是蛮大的 继续加油 有时候忙起来就是例外 先说明一下 忙起来我也是会理解的 来废话不多说 签个合同按个手印 没有印理就只能用口红来戴起屁了 哎呦我这300多块的口红有点心疼 三二一 呃纠结了几年之久的事情终于尘埃落定了 对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是什么句话大家都以为 这个结婚协议书 呃婚前协定啊对婚前协议 婚前协议 跟大家开玩笑就是 就是关于我们商标的事 呃对就是前段时间 朋友们也替小北担心的 香味小北这个名字商标的事情 呃经过这么久的斗智斗勇 然后相互磨合相互沟通 最后就以这种方式尘埃落定了 这还不是尘埃落定 还没有转换过来 我这个合同一千拍照片给他 他那边走程序把合同商标注册证 什么手续全寄过来 然后这个程序就算走完了 就算尘埃落定了 对差不多现在的就是说 呃也不是30万 然后从3万块钱谈谈谈交涉 最后就说到了1万块钱吧 嗯从3万到2万到1万 我是坚持 我本来是是准备就是去应速的啊 这真的有朋友们跟大家说累了 也不是累了 就是说因为我注册这个商标 这三大类吧 我算了一下大概也有个四五千块啊 然后人家注册了有几年了 然后都稍微多一点的 他还请的律师什么都那些 他确实是没有赚什么钱啊 还有一点就是说 前段时间呢发生的事情 包括我外婆身体不好 我回到甘肃回来 我真的整个人都累了 反正在就对吧 这个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嗯他们1万块钱吧 这样算下来 他们也没有赚多少拿的合理 我们也就是花点花点钱了事 嗯 就是已经谈妥了 反正是1万块钱啊 嗯呃就把这个事给了结了 对呃有就很多朋友也也在关心嘛 也在问嘛 对就给大家做个交代 我们现在我拿的这个商标 也没什么用 也没多大用处了 只能说我拿到手里就就少一点麻烦 对其实一开始如果他们不找我们的话 我们应该都不会说忘记是这档子是了 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没有用过这个商标 对我们来说没有多大的作用 1万块你说说少也不少了其实是 只是还挺心疼的啊 因为要平板无辜的花这1万块钱 就是35类31类30类 嗯现在字也签了 然后指纹也按了 他之前还把我们投诉到商标局 也是工商工商管理局 工商和知识产权给归并到一起了 然后我也举证了 估计工商也没有支持他那边 然后还投诉到平台平台 是更加不支持他那边 所以就是最终以这种方式来解决 所以双方都能接受吧 反正他要再多我也不可能给 反正就是说你要再多 那就我就我就拿这些证据 去该怎么操作去怎么操作呗 现在这样结果对于双方来说都还可以吧 我们也能接受是我的心理价位啊 他这个合同是必须要接顺光还是 不是先拍照给他 然后他那边再开始走成心 然后再把那一套资料给准备过来 让我们签字签文字把钱一打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行 朋友们这个事情你就这样完结了 也算是给大家一个交代 了结了一桩繁星的事情 对 在这么特殊的日子里面 完结了要撒 好了朋友们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这个事情也就给大家交代到这里了 然后今天是特殊的一天 希望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 七夕节快乐 节目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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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